随着气温的回暖 去年卖的比较火的一些热纸 也陆续开始登陆了 今年也会有更多的 我现在手里面拿的这个 叫大仙女海鱼 它非常的漂亮 也有人喊了酋长的面具 这个漂亮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背面 背面是这种纸铜色的 非常的漂亮和好看 当大家在欣赏它的时候 会看到两面风景 你看正面的时候是这种 背面的时候是这种 它们的一个生长和养护 也简单的给大家叨叨一下 这种东西都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你像一般的办公室里面 和客厅里面都可以去养护它 像有的话我老是说 老万一我遇到这种小黄叶 怎么办 大家一定要了解 像这种的一个小黄叶 属于很正常 大家直接剪掉就可以了 这个没什么事 直接剪掉 然后大家如果说发现 个别的老叶片有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去剪掉 如果说整个的叶片不好 也都可以去剪 但是大家要知道个什么 它这种叶子生长的时候 是在这个 你看 是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这一根 它从它肚子里面 再出来新叶子的 所以说大家剪的时候 不要齐根去剪 齐根剪的话 会把这个里面 它这里面已经孕育好的 那个小叶子 给它剪掉的 让我给你打开看 就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你看 看到没 它有一个窍在包着它 你这样看它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看到没 在这个窍里面包着 看到没 有一个小东西 看到没 这就是它的新叶子 看到没 就这个位置 所以说大家剪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留下来这个小芽子 要不然你一剪 很多的花肉 都是起根剪了 这了那了的 还有花肉什么浇水 老是往这个里面浇 结果把那个新叶子都泡烂了 整个的不好了 不是说你不可以喷水 不是说你不可以往上浇 是你要注意它这个心里边 好吧 万一弄坏了 它整个的就完蛋了 简单的一概的 像有的话有老师问 老板因为我收到你这种花 要不要换盆 你看根系 像这种根系长满了 你就去换 没长满牛过点时间 啥花都是一个道理 你急啥呀 浇水呢 就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像这种热质类的呢 大家都可以用松软透气的 你比方叶康了 还有一些营养土了 和泥炭土了 都可以去用的 肥料的话 大家用通用型的就够了 别老是说用什么淡肥 粪肥 你这样的话 它光会长的叶子大 就会很容易就垂下去 磷甲肥也要同时给一点 就选择那种均衡的就行了 然后气温 这种最低的一个气温 尽量的维持在10度以上 10度以下就会显得特别不好 一般低于15度的时候就停止生长了 不怕热 这样玩不怕热 害怕强光暴晒和寒冷 害怕鸡水欧根 好吧 别的没啥了 就这么撂着吧 希望花耳梅喜欢的话 也可以来我直播间 咱们现在也上架了 陆陆续续会上新更多的热职 大仙女海鱼养铺攻略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拜拜